未來的台灣 我們到底要怎麼走這條路 我們自己冷靜思考 今天把黨派放到旁邊 今天東南亞的國家 不管是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柬埔塞 有哪一個國家今天還把台灣看在眼裡 我們不用太驕傲 我們就冷靜的思考 明年這十五個國家 全部關稅 優惠 互相關稅 免關稅 所有的工業產品 農業產品 台灣進不去 人家不要我們 明年 海峽兩岸簽訂了十年的 經濟合作協定到期 如果不能續簽 我們外銷中國大陸 百分之四十的產品 要加關稅 所以 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們未來會面臨到多麼巨大的挑戰 我們的未來 真的是充滿充滿的挑戰跟危機 2019年的今年 估計全台灣倒閉的工廠公司 有四萬家 如果一家是十個工人 可能就有四十萬的勞工 會失業 或者是放無薪假 今年 所有股票上市公司 獲利率 賺的錢 減少 百分之十九 將近百分之二十 我們的未來要怎麼辦 繼續 井底之蛙 回到家 電視打開 全部是政論節目 沒有國際新聞 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世界 忘記了台灣 台灣也忘記了世界 我們這一代怎麼辦 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 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各位桃園鄉親 這是何等巨大的危機 台灣四面環海 沒有任何資源 黃金 石油 煤炭 天然氣 我們全部都沒有 我們只有兩樣最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人才 一個是打拼的精神 如果今天 我們忘記了這個世界 被世界阻隔了 我們的未來 會是非常悲慘的 明年 所有台灣的孩子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六歲 一定要接受 中英文 雙語教育 好不好 好 明年 我們要把全台灣的大學生 碩士班 博士班的學生 只要你申請到國外的大學 我們送你出去做交換生一年 我們培養你的語言能力 培養你解決生活困難的能力 培養你教外國朋友的能力 最重要 培養你的膽量 讓你敢跟全世界來接軌 我們把我們青年學生 送出國禁修一年好不好 好 大家說這個要多少錢 我們估計要400億到500億 這個錢從哪裡來 政府編列 但是大家放心 很多企業家 很多社團團體 充滿著愛心 他們覺得政府做的事情 對人民有利 他們會大力來支持 我有高度的信心 今年高雄 我堅持實施中英文雙語教育 我們高雄24所學校 今年開始實施中英文雙語 美國洛杉磯 一個賣燒餅油條豆漿的老闆 聽到了 捐了80萬 給我們高雄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在美國賣燒餅油條豆漿 我英文不好 吃盡了苦頭 看到你高雄市這樣子做 我說那你住在哪裡 他住新北市 但是看到高雄這樣做 他感動 捐了80萬 未來我們培養我們下一代 只要我們做的方向是正確 有利於下一代 一大堆愛心的人士 都會來幫助政府 幫助我們下一代 另外 看起來400億500億非常的多 只要政府不貪污 只要政府不亂搞 只要政府不要施政亂七八糟 我們的錢一定夠 我們今天一個錢瞻 花了8000多億 一個風力發電要兩兆新台幣 一個新南向政策 這幾年丟了1000億出去 遇到選舉 民進黨現在政策買票 最少3000億以上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錢 只要不貪污 只要不亂搞 我們把資源 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照顧我們台灣的弱勢族群 照顧我們的庶民好不好 好 第三 我們要快速國際化 我們要厚持國家競爭力 全國45歲以下的軍工較緊銷 我們每一年送1% 3500位出國 代值代薪 政府補助你 1% 如果成功 會放到2%到3% 我們希望在10年之內 讓台灣脫胎換骨 擺脫 目前完全一點辦法都沒有的困窘 再這樣子下去 我們台灣的前途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快速國際化 翻轉吧 有一條年輕的歌叫燃燒吧火鳥 今年我們翻轉吧 我們爆炸吧 我們把我們的選票集中起來 全力衝刺好不好 好 好